嗨,大家好,今天来到纽约曼哈顿 后面呢是纽约商务局的巴士总站 那新闻说呢,六月份美国这个通货膨胀率呢 达到9.1%,所以很多小偷们啊就发现了商机 到一些小型的连锁的药店啊,或者小超市进行行窃 那么这些超市为了对付这种盗窃行为呢 将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 哎呀,差不多都十多二十块钱的东西吧 都进行了上锁 那今天就走几家曼哈顿的连锁超市 给大家嗨一下 那在纽约还有一些超市呢 连很平价的午餐购罐头才3.98、9.1盒都被上了锁 有在一个小的塑料盒子里 那很多美国纽约一些主流媒体老外呢 都写标注都说的是 美国国家的危机呢就藏在这个罐头里 还有一些商店呢就连冰淇淋都上了锁了 那巴士总账上面写的,请戴上口罩 好,先到一家小超市进去看一下 哇,大家看稍微有点值钱的这些手机配件哈 耳机都上了锁 还有旁边的香水全部都是上了锁的 你要买的话都要叫售货员过来给你打开这个锁 你看来个特写 看香水那边一样哈上了锁的 那其他一些薯片啊书籍都没有上锁 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 你看车账好多流浪人员呢 来给他点钱 刚才问我要钱 大家看 你看左手边就是连锁店 杜安雷德这个 他是和乌布林一样都是卖一些杂物啊药啊 因为我刚才进去了一趟嘛 里面那个背景音乐非常响 那么这个油滚呢设计版权 所以里面的视频呢我就不说话了 那后期就消音 因为在巴士站嘛 你看这个营业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天 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所以小偷很多啊 你看来来往往的这个神客啊 好 进来放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K 商店里面大部分商品都上锁了哈 这些水啊没有上锁 薯片没有上锁 大家看呢 这个商店里面差不多三分之一多的商品都上了锁 特别是一些小的 你看包括牙刷洗衣粉等等等等 那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你就按那个购物价旁边一个小小铃铛 那么保安大哥呢 或者是服务员呢 就会过来帮你打开锁 去祝你要锁购买的商品 刚才我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哥嘛 他就是要买东西就按那个钟 嗯 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哈 一个黑人小哥 过来就帮他打开那个柜子 拉给他了 那里面也不能拍很久 因为有保安嘛 拍久了别人以为我在那要偷东西呢 偷偷摸摸的 当然了这家老外的连锁店 他上的锁的物品比较多 相比于其他纽约地区的这个商店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这个车站嘛 人口流动性比较大 也有很多的无家可归者 那网上说呢 车站周围很多商店 有些商店一个晚上 华氏抓住都有四起盗窃案 还有很多没有看到的 所以说商家呢也是实属无奈啊 那给消费者呢 肯定也是带来一些不便 对不对 车站门口很多无家可归者 前面一个小哥 你看还披着毛毯 在这来回夺步 大家看前面就是港务局巴士总站 过来你看这个拐角处 这个商铺这么大 全部等待遭租 你看在人流这么密集的地方 都称不起这个大店啊 你看写的遭租 那这个大商店往前面才走两步路 一个小商店也在等待遭租 你看这个小门脸 也在等待遭租 这个位置极好啊 走几步路就是时代广场 你看周围好多无家可归者 坐在街边 你看送外卖的飞翼小哥 坐在这里休息 骑的是自行车 今天运气好 看到骑马的骑警 在这么闹市区 骑马还是需要一点技术 你看周围的群众看到马都拿起手机在这拍照 你看角落里做了个无家可归者 一位义工好像在帮助他 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街角出那个无家可归者 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堆小东西 好像是超市的一些 刚刚我不能说是偷的吧 反正是刚刚买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在街边在那卖呢 那我不能说别人是偷的哈 只是看到这个现象 因为拿了一堆嘛 那因为我拍视频嘛 经常看到这些小偷偷了东西卖贼货 不说远的 就是说在纽约华人出去 马拉社那个七号地铁站那里 就经常有人从超市里面偷了牛排 猪排牛肉在那卖的 有一次还问我要不要 他都是半价卖 还有些人晚上偷一箱喜酒在那卖 哎呀什么都有卖的 那在纽约三四世界 梅西百货那里呢 我就是经常拍视频嘛 看到有人去偷衣服 偷了衣服就在街边卖 一块钱两块钱一件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名牌 北面那个羽绒服嘛 很多小偷进去偷 那个北面羽绒服 他门口的保安 全部都是占了一米九以上的 呃 飞翼小哥在那当保安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嘛 有人脱了一口气 脱了两件衣服 拿着就往外跑 然后那个保安小哥 就跟他两个在那扯呀 扯呀扯过来扯过去 终于把衣服抢过手了 如果不是这个飞翼小哥 那么牛高马大的保安的话 换一般的保安 别人拿着衣服赶 一溜烟就跑了 根本都追不到 你要报了警的话 警察也不会查 你知道吧 反正我是经常碰到这件事 有些时候吧 太危险就不好拍 那有一次我在时代广场嘛 还碰到一个小偷 他又偷了一些东西 就卖给那个时代广场 摆那个小餐车的餐主嘛 然后有一个游客呢 他不知道 他就在那拍 然后那个小偷和那个餐主 追着那个游客 骂了几条街 叫他酸视频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那我又晃到了时代广场 这个全美的大型连锁百货 塔吉特百货 上去看一下 他们家对商品上锁的情况 时代广场四十二届 这家塔吉特百货呢 是开在副一楼 是去年开的 在这么大的连锁超市里面 你看也是上了锁的 一些手机配件 耳机 比较小的 都上了锁的 你看两侧的柜子 全是上锁的 你看顾客都是 看得到摸不到 都在这隔着玻璃看了 看一下价格多少 你看后面这个 就二十块钱的耳机上锁 你看后面这些 才九块九毛九 也上锁 手表的袋子 你看售货员正在开柜子 给顾客拿东西 锁上了 锁上了 那我看网上有的顾客说呢 商店把一些并不值钱的东西都上锁 那感觉是对于顾客的不尊重 那我个人觉得吧 好像尊重呢 是互相的 对不对 十代广场 一家连锁的 这个炸鸡店开业 请人 每小时 十五块五美元 在十代广场这里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受伤了 是个小孩 然后他的妈妈和警察 然后来了一台警车 和一辆救负车 已经没事了 好像是游客 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被台上了担架 可能天气太热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 就好像